國產品牌要在全球競爭是很辛苦 沒有錯 國人也願意購買Made in Taiwan的商品 除了認同產品有優點 更重要就是源自於情感上的支持 而這次華碩Zenfone的事件 卻讓台灣的消費者的情感很受傷 今天冰液台時間 我們就從華碩手機來談 兩岸網路商機的困境 現場邀請到聯合報的資深記者 周秀明 秀明好 主播好 各位觀眾好 其實Zenfone今天事件 就是兩個爭執點 一個是怎麼會兩岸 竟然同一支手機同一款 規格不一樣 價格也不一樣 然後還是對岸比較優惠 如果是剛好反過來的話 大家可能心情上還好一點 就是說同一款 我們比較便宜 覺得理所當然是台灣品牌 這還沒話說 另外一個就是說 紅色的缺貨 然後業者就主動取消訂單 這兩個事件 這個都讓消費者覺得反彈很大 今天我們雖然看到 施總是講親自出來道歉了 但他也說到說 請消費者要體諒 每個國家銷售成本的不同 會有不同的定價策略 請問一下宋敏 你覺得這個說法合不合理 消費者可以接受這樣嗎 尤其剛剛提到 這是台灣品牌 如果今天這個事情發生的 不是在對岸 而是在歐美其他國家的話 我們消費者的反彈會是這樣嗎 對 這件事情其實是要有幾個層面 第一個是消費者情感方面的話 可能是大家覺得說 因為華碩之前在台灣 是浩浩浩浩浩辦了一個 很盛大的一個發表會 然後有一些明星什麼之類 而且市場廠也說 我來自台灣 我們是在台灣很高興 榮幸在台灣 來發表這樣的產品 其實某種程度上 把本土品牌跟台灣連結 只是有點想要訴諸消費者的情感 對 但問題就出在說 他這個價格 其實因為他這個手機發展到現在 其實已經變成是雪淋淋的那種價格戰了 什麼叫價格戰 就是比價格 價格比完以後 我們再比他的規格 他的性能這樣子 價格已經殺到堅果了 已經殺到堅果 我可以還是明明白白告訴你 我這支手機多少錢 對不對 我的性能是多少 所以 可是我們再回過頭來看 其實在 其實也沒有很久以前 還沒到殺之前 其實有很多的 我們買手機怎麼買 綁約 綁什麼 綁到你眼花撩亂 你根本就不知道說 這支手機根本 或許他告訴你說我原本多少錢 可是問題是他我綁約綁來綁去 跟這一家綁 跟那一家綁 我又送了什麼 大家已經綁到 已經算得眼花撩亂 其實大家已經 其實大家也搞不太清楚了 那時候已經搞不太清楚 真的沒有錯 可是問題是 他現在要玩這種行銷的話 要血淋淋的價格戰的時候 大家就會 你要用這個來訴求 我就認真來跟你比價格 可是比下去以後發現說 怎麼會這樣子 那種傷害 那種挫折感 消費者那種情感上的挫折 就發生了 就會這樣子了 而且他講的是沒有錯 希望各個國情都不一樣 可是問題是消費者他不會管你這些 你講的是你廠商你自己的事情 可是你要東西你要賣給我 你要考量的是消費者的感受 消費者的體驗 就是這樣子簡單而已 然後你可以跟他說沒辦法 我們做生意 我們各國品牌東西不一樣 問題是你之前你訴諸的就是消費者的這種情感 問題是這樣的東西已經回過頭來吞噬你的時候 你就要有警覺來處理這個事情 情感上很難過 最主要是大家會覺得說 我說我很難過就是說 很難過去這一關 這個坎 如果說剛才提到 如果是其他的國家發生這種情況 比方講是歐美的國家 東南亞其他的國家 我們台灣消費者會不會感受上會稍好一點 其實他們透過網路上來傾銷 其實還是會 還是會 他們還是會去比價格 因為網路上那種價格太透明了 你去看然後網路上有人會網拍 你就會開始去比較說 哪邊的比較貴 哪邊的比較貴 然後有可能說 有可能說他們可能是當地怎麼樣 可是問題是貴 通常不會貴到差多少 問題是華碩這次他就是整個 你的規格 在大陸整個價格是Double 所以Double那個下去以後大家就會 雖然只是一個差不多幾千塊 五千塊的手機 可是大家就會覺得說情感上會受不了 還有重要一點為什麼會受不了 就是說因為他這次是首購族群 什麼叫首購 就是說他有什麼有一千隻 然後希望大家來搶對不對 其實會來預購會來首購的人 其實他們其實算是你的Fans 就是你的忠實的盟友 對 你的品牌有忠誠度的人 對你覺得你很好他才會來買 而且他要預購 他還沒看到東西 他就很想很興奮來買 所以他受的傷害更大 沒有錯 所以他 其實你應該一定要讓他拿到手機的時候 他是那種非常興奮的感覺 可是他拿到以後 他還沒拿到他就開始暴怒了 所以他這個整個世界來上 華碩是有值得需要學習的地方 是好難道 好吧 �